嗨,我是Kopa 要來為您介紹的是2021這一聯盟的三三純 那這個三三純是一個付費角 那我給他下的標題 除了體力,什麼都多一點 我們來看看內容 這個三三純雙位子球員OMF、DNF 躍動的東京貴公子 戰力非常突出 60156 速屬性,我們來看隊伍技 5名以上速屬性日本 全能力只加20% 這已經非常多球員是這個技能 然後這個被動是OMF、DNF克星 能力只加25% 被歸類為X等級 算是非常好的技能 然後這個新的射門 這個射門有一個特殊效果 就是比較不受角度影響 也就是斜角,45度角 或者接近零角 這個射門威力會減弱比較低 我們來看看前能 前能五項 這個第一項 三名以上日本球員全能移植2% 第二項 三名以上速屬性球員 全能移植1.5% 所以合計是3.5的半 這一次這一聯盟給了 非常的有誠意 有3.5的半 接著是大敵當前的潛力 體力越少能力提升幅度越高 15 然後是毅力 1以上就可以使出必殺技 最後一個是盾牌 本身10% 所以我給他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半 3.5% 尤其適合速日 日本嘛 速屬性 然後接著是加乘能力可不少 你看這裡有25 然後這裡有15 然後又讓你可以在1以上 就可以使出必殺技 然後最後又多給了一個盾牌 所以他真的什麼東西都多一點 就是我覺得給的蠻多樣化的 然後對他的能力加成也有 你看半撇開之後 這個也是能力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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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其實雖然不是能力加成 但是讓你還是可以使出必殺技 然後最後是有盾牌這樣子 而且還給到10%也不錯吧 最後是付費角給到6萬的戰力 哇實在太 太逼人想去抽這個球員了 但是要付費 他是付費球 接著是球員數據的計算說明 這個是計算假設 在左邊是中文 那右邊是英文 大致上這個我請各位 這個收看我影片的人 可以自己看就好了 因為這都是一模一樣 我其實沒有變 是把單純一個表格 這樣子顯示 那其實都跟我之前的計算 是一模一樣的 接著我們來看球員數據 這是三三純我們的主角 對照組是Rising上的三三純 我們現在看這個射門 以及盤球 這個三三純最高有19萬 這個體力越少 能力越強 15%嘛 所以他們的差距 這個2萬 19 最低17 就是差這個15% 接著我們來看盤球 是16.3萬跟12.4萬 這個差比較多 那這個代表我來解釋 為什麼這個差比較多 這個差比較少 然後這個是Rising上的三三純 可以看兩項都完敗了吧 這差不多是輸的啦 這個射門就輸太多 盤球 其實這個盤球是他的必殺技 主必殺技 結果也只有13.9萬 擺來這個三三純居然可以到16.3萬 好我們來看射門19萬 面對這個洛琳 這個還是體力越少能力越強喔 這個19萬面對這個21 17.5 所以在禁區內 這個19萬有可能會進17.5萬 那我們接下來看卡留薩斯 這個19萬我覺得要進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屬性是被克制的 這是19.2萬 在禁區內 你用平地射門 他只有19.2萬的接球數據 接著是這個利和難得之 19萬 面對非前鋒 非高低空 他只剩17.8萬 面對19萬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個是 就是ONF DNF 然後又素屬性 客製力屬性 接著我們來看 理查 理查面對19萬的射門 理查的接球呢 在權力狀態有19.5萬 就是面對球團的三三純 在非權力狀態有18.2萬 所以在權力狀態其實 19.5萬來接19萬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非權力狀態就有點危險了 接著是素木勒 素木勒也是面對19萬的射門 那由於三三純是非巴西也非前鋒 所以沒有加成任何效果的木勒 17.2萬的擊球 要接這個19萬 我覺得是有點困難 所以這個三三純要進 這個木勒只要距離夠近 我相信 進球應該不成問題 接著我們來看三三純的盤球 盤球 16.3萬 最高威力 那面對這個松山光 松山光是體力越少能力越強 所以我先擺出 體力多的時候是15.3萬 那這個產球到體力少的時候有18.4萬 基本上這個盤球要過這個松山光 也許一開始可以 但後面 當松山光體力越來越少的時候 應該比較困難 雖然說屬性是素屬性盈利屬性 但到最後這個18.4萬算是多蠻多的 多了2萬多 我們來看 如果是盤球面對 非OMF也非DMF的 赤藤陽 就是13.9萬 各位可以看到 比12.4萬高 這個是指他有15% 體力越少能力越強的加成 如果是體力80%以上 這盤球就真的只剩12.4萬 我們來看赤藤陽 在禁區內16.8萬的產球 禁區外也有14.9萬的產球 估計這個產球技屬性 客製素屬性 這個即便是14.9萬 要產13.9萬 應該也不成問題 然後是 最新的十七鳥 跟三三層同一天 這一聯盟的 盤球一樣 13.9萬 因為他不是OMF也不是DMF 這個產球16.6萬這麼高 我想這13.9萬要過是不太可能了吧 接著我們來看三三層的 傳球跟斷球 傳球跟斷球都是放440的威力 然後15.4萬是傳球最高 最低11.8 這個斷球最高13.1萬 最低10萬 那這兩項的最高數據都贏 Rising上的 三三層 這就是 一代新人換舊人 這個三三層 基本上每項數據都是輸的 好我們來看看 面對艾美層 傳球15.4要過這個艾美層 17.8跟17.1 恐怕很難 要是艾美層站到DF 這個傳球有辦法過嗎 我想 更慘 因為如果艾美層站到DF 那數據會是從15.4掉到13.1 我們就舉這個NAD雷沙為例好了 NAD雷沙全力狀態16.1 非全力狀態14.4的斷球 假設他是在FW位置 他面對就是13.1 那假設他在OMF位置面對的就是15.4 那就是這樣子來看他的數據 那我想三三層要過NAD雷沙恐怕也不容易 接著是松山光 這個傳球15.4 因為松山光兩個位置都一定是被這個被動加成 遇上了 松山光的斷球非常慘 體力80%以上10.8萬 體力20%以下12.9萬 有沒有辦法斷這個15.4 恐怕是不太可能 接著來看斷球面對Lava Air Lava Air是傳球的好手 15.3萬的傳球 這個斷球有13.1萬 差了2.2萬 有沒有可能斷到 有可能喔 真的有可能 我覺得這遊戲真的很難講 因為這個是去年的腳 這個是最新的腳 搞不好他真的能斷下來 接著是 這個素屬性的 這個日向小次郎 日向小次郎不是OMF也不是DNF 所以這個斷球呢 是11.1萬 就是還有這個體力越少 能力越強加成15%之後 11.1萬 他甚至連這個小次郎的日向的這個 三角短傳恐怕都斷不下來 滿悲慘的 他斷球真的是太弱了 接著是這個這一聯盟跟他同一天出的龍一 那龍一面對這個斷球13.1萬好了 假設他佔OMF位置 那龍一呢在 2億 以及權力狀態是15萬 最低呢 是沒有2億 也沒有權力狀態是12.2萬 那當然這最低要過13.1萬是不太容易喔 但 龍一大部分時間應該會擺在邊邊吧 所以至少有 我們來看至少有多少 至少有14萬 2億 加成20%之後有14萬 那如果不是2億 只有在權力狀態 他好歹也有13.1萬 就是權力狀態加10%能力 那這個數據相同 13.1萬 但基礎性克制素屬性 是很難講啦 我覺得權力狀態的龍一有機會 傳球有機會過這個斷球 是有機會的 接下來是三三存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他平地射門是以米凱爾 我的天啊 米凱爾已經輸這一個 三三存了好慘喔 然後這個三三存是輸 這個大空益 這個限定大空益超限定 然後他還是輸松山光 松山光 冰地射門蠻強的喔 我們就來看盤球 盤球他是贏賈太郎 然後是輸這個米凱爾 然後再輸大空益的盤球 接著來看 船球 這個船球他是贏雷歐 贏拉法葉爾 這15.3萬傳球很強 但他還比15.3高啊 還是15.4嘛 但是他還輸這個付費角的法哥喔 這兩個付費角 這個實力在伯仲之間 但法哥還是略勝一籌 接下來看斷球 斷球三三存是贏 這個月中限定的波旁 贏月底限定的松山光 但輸這個恩波利 這恩波利其實各項數據都蠻中上的 這個斷球居然還在 6萬的三三存以上 還是蠻令我意外的 好 最後是來講一下這個三三存喔 我覺得就一個付費角的來這個 看喔 他是值得你付費去抽的 第一個他戰力6萬 第二個他半 百分之3.5 好 那又是這個實階保底嗎 好 其實就是保證抽得到 好 但是這個數據上來講也不差 好 各位剛才也看到了 好 那斷球是稍微弱一點 那擋球就不用看了嘛 但是至少在射門呢 盤球傳球 就是我在強調的 如果你在攻擊方面 能夠互相掩護 那他的盤球跟傳球是都強 是可以互相掩護的 那當然他在防守方面 殘球我都沒有看 因為他殘球數據也偏低 大概11萬左右 所以 防禦方面就可能沒辦法期待他了 好 但是在攻擊方面 他是可以令你 比較容易突破的 那以這個付費角來講 我實在覺得 還不錯啦 你也不能期待說他十項全能嘛 這個也要強那個也要強 我覺得有一項 夠強 夠你使用 我覺得就很夠了 如果我付費球夠多的話 我應該也會抽這個球員 好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